高往下看最一開始塌陷的地方 前後柏油路也紛紛下陷 巷子立刻遭到封閉進行填補修復 經過八個小時的灌漿作業 在十四號晚上十二點多 終於填補完成 現在就等水泥變硬 兩點多到現在差不多八點的位置 差不多灌水差不多兩米半 兩米半的一個深度 像到那邊填混泥土的一個程度 情況算是滿穩定的 做一次全面的清查 來了解是不是有這一次 發生地面坍塌相類似的原因 那我們第一時間也 儘快的疏散了住戶 當然我們現在也在研究 是不是要做一些 所謂預防性的疏散 這次天坑導致十六戶受到影響 區公所也趕緊安排十名住戶 到附近旅館安置 很大聲啊 你這樣有破掉的東西 兩三次啊 我還以為是什麼 然後就下來了 下來就這個 然後這個那個門口下面 都是一個洞 很大一個洞 現在這個 這個也有 這個也有 靠近巷子尾的公寓 總共七層樓高 地板也因為天坑 出現裂痕 結構師初步認為 沒有危險性 對此被事件管處 除了下令停工外 也針對營造商和建造商 各開罰九萬元 想要復工恐怕沒有這麼容易